近載运通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股市博樂 我是陳偉博 那今天時間來到了11月6號 台北股市在明天馬席會之前 今天出現了 這一波以來的一個大跌的幅度 各位 台北股市今天大盤跌了156點 那在台子期的部分 今天台子期的部分跌了183點 各位觀眾朋友 股市當中最重要的兩件事情 也就是微博一直在節目 跟各位投資朋友講的 沒有永遠的多也沒有永遠的空 你會發現台北股市市場 它就好像天氣一樣 說變就變 那個一下子出太陽 一下子下大雨 你都沒有辦法 如果說你沒有一個依據的話 你會常常被這個盤勢 好像弄得不知道該怎麼樣去操作 昨天之前的台北股市 因為馬席會 還出現大漲耶 沒錯吧 當大漲的行情 大家認為說這個行情又要開始來了 結果沒想到今天 卻出現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微博在節目裡面一直跟各位投資朋友講 你必須要讓自己很清楚的 有一個明確的操作依據 來判斷今天的一個盤勢 如果你有一個明確的依據來判斷今天的盤勢 我請問各位 你有沒有辦法做好應變的動作 我這樣說好了 不要每次都有我來解盤 你們把自己試著當成是老師好了 微博等一下給各位看博日指標 然後看完博日指標之後 你來回答我今天是應該漲應該跌 不要用那個放馬後炮的方式 你把自己當作一個老師 微博只是把指標顯現給你看 那如果看完指標之後 你認為今天的盤勢 你認為你會做對還是做錯 好 我們先從大盤指數來講 來 各位 這是今天我們講期貨好了 既然講指數我們就講期貨 近月份今天跌了183點對不對 好 各位 今天的期貨也是一樣開屏 然後逐漸的走低 殺殺殺 最多那時候還跌到快200點 各位 那不是重點了 來 重點來了 我們先確認一下時間 這是104年11月6號今天 這是日線 日線所代表趨勢 好 這地方出現了反彈上漲對不對 原因是因為 博日指標又從原本的向下 轉成向上嗎 好 那向上之後 各位 我們先講今天 這是今天的一個日線 不管是大盤也好 還是期貨也好 我們來看一下博日指標 動能線89 趨勢線91 我請問各位 黃色有沒有跌破的91 跌破囉 所以從日線部分來看 今天是向下對不對 好 從我測標來看 你也看得出來 今天是又變成向下了 這是日線喔 那所有的判斷的依據 各位 微博是不是有 跟各位同學朋友講 不管是指數也好 不管是個股也好 日線加上30分線 可以去判斷出它的一個 基本上的一個走勢 短線的走勢 波段的走勢 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那我們把期貨的部分 今天切回來到30分線 好 我們一樣回到 今天的開盤 這是今天11月6號 8點45分到9點15分 第一盤開出的台子近月 這是30分線 沒有錯啦 這個地方 因為今天是開平 昨天之前 台北股市會大漲 指數會大漲 原因是因為30分線向下 對不對 但是今天一開盤的地方 我請問各位 向上還是向下 東能線90 趨勢線92 請問90 有沒有跌破92 所以今天的一開盤 來各位 重點來囉 當今天的台北股市開盤 日線 剛才給各位看過了 你假設你自己就是老師 假設你自己現在 在用博論指標看盤 當今天的一開盤 日線向下 當今天的30分線開盤 30分線向下 不僅 昨天微博有特別跟各位講 博論指標 不管是你想做當衝 你想做波段 我們都有教各位 完完全全的一個正確方式 在博論指標 使用原則的地標條裡面有講 短線當衝怎麼做 將四雙開整兩個 一個5分 一個15分 對不對 5分15分同時向上做多 5分15分同時向下 偏空操作 不同步 不要做 波段剛才我講的 日線搭配30分線 那我們再來看喔 看今天一開盤喔 因為很多人 想說明天要馬錫會了啦 馬錫會 那今天是不是有機會 甚至今天一開盤去做多單 結果沒想到今天既然是大跌 來各位 來來來來 我們把整體的大盤 微博再給它切回到15分好了 15分現在回到今天的開盤 來我們來確定一下 這是今天一樣 11月6號 8點45分到9點 也就是第一盤這邊開出的 因為前一根是昨天的 這是15分線 15分線就講極短線喔 好各位 我請問各位 15分線今天開盤是向上向下 動能線 83 趨勢線 85 請問黃色83 有沒有跌過85 剛才我們看了幾個了 第一個 日線 第二個 30分線 第三個 15分線 15分線已經到當沖的極短線 如果是當沖 就看15分跟5分嘛 對不對 請問 我們剛才看了三個 是向上還是向下 看最後一個 把它看回來到今天5分線的部分 回到今天開盤的位置點 我把它回到今天開盤位置點 來這邊 一樣來對一下時間 這是今天104年11月6號 是8點45分到8點50分開盤 因為這是5分線 所以是8點45分到8點50分 好各位 這是5分 剛才我們看過日線 看過30分線 看過15分線 全部都是向下 好今天一開盤的位置點在這邊 來我請問各位 今天開盤的5分線 請問是向上還是向下 動能線43 趨勢線52 請問有沒有形成向下 開盤這個位置點 剛才給各位看過 這是今天8點50分的時候 來 你自己是老師 或者是你自己在用博日指標 你是做期貨的操作 我請問你今天做多還做空 我請問你 你今天會不會做多 然後一直備套 一直備套 我也不要給各位一個正確的觀念 所有的操作 你必須應對整體大盤的變化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猜測 明天會怎麼走 所以當行情出現了 當下的變化的時候 你要第一時間做所謂的應變動作 你昨天留多單的人 你今天早上做多的人 你都應該要把多單出掉 先不論說有沒有做放空 我覺得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至少不要在這種行情裡面 做錯方向 很多人都沒有一個正確的方法 包括股票也是同樣的道理 微博在節目裡面 用博日指標 要跟各位做一個呈現 最主要就是要讓各位知道 所有操作 你在面對目前的台北股市行情 尤其目前台北股市行情的 一個風險啊 一個難度 它是比較高的 跟各位所想是不一樣的 各位 台北股市 原本我們這一段 是不是做放空的動作 對不對 放空完之後 然後發現這個行情不對了 我們包括期貨 我們也做回補空手 然後就漲上來了嘛 那漲上來的過程當中 日線是轉為向上的啊 但是這一次 日線轉為向上的過程當中 我們一直是非常小心的去應對 為什麼 我把它回到了大盤好了 回到 我們用期貨來講啊 不管是大盤或期貨都一樣啦 各位 我請問各位啊 當時候 這是到那一天 也就是各位 那個政府宣布說 要馬錫會的那一天啊 那一天造成了大漲對不對 大漲的時候 博樂指標是不是也是一樣轉為向上對不對 各位 我請問各位是高檔還低檔 請問是高檔還低檔 因為我們博樂指標裡面 跟別人不一樣啊 很多指標在趨勢上 它會跟你講說 還是向上還可以買 還是向上可以買 但是往往它不會跟你講 哪個地方是高檔 哪個地方是低檔 博樂指標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功能 就是高低檔之分 80到90以上叫高檔 所以如果來到高檔的股票 或者是來到高檔的指數 你要不要 要不要有一點風險意識 微博之前跟各位說過了 我說當博樂指標來到高檔的時候 你要有風險意識 你那時候 就不能只是想到賺錢而已 所以包括連昨天啊 各位我給各位看 昨天我們給會員的訊息好了啦 我們是怎麼來看待這個盤勢 當這個地方馬錫會 大家覺得說 喔好開心喔 要趕快搶進去做股票了 但是我們的做法 我們都不叫會員去做追高的 因為其實我有看到這個地方 是有可能產生風險性的 這是昨天 今天是11月6號 昨天是11月5號 昨天的9點10分 微博特別發了一通訊息給全體會員 來你看我怎麼說 昨天的台北股市 從30分線不日指標來看 各位不管是日線啊 或者是30分啊 都已經在高檔了 一旦當30分線不日指標轉下 台股能會受到影響 各位包括旗子啊 有沒有 因為微博有帶會員做期貨部分 所以旗子甚至還可以做短空的部分 所以很多人想要買股票啊 我說要買股票的話 當然就是建議做拉回啊 所以各位各位朋友 日線雖然是向上 但是當30分線向下的過程當中 微博還是帶會員去做所謂的空單啊 這是在昨天 我們昨天的時候 早盤的時候有帶會員去做一筆空單啊 後來空單這個 空單有回補掉了 我只是想讓各位知道說 當你一廂情願 你用感覺也好 你用聽別人講 看那個 比如說新聞報紙媒體報導 比如說馬錫會好了 各位 往往會造成你在判斷上 有可能出現錯誤 這個就是微博在節目要跟各位講的 也就是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要有依據啊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這一段時間以來 有蠻多的投資朋友 都有詢問微博的博日指標 因為有的人怕學不會 那微博強調 只要你想學 我們一定交到會 這一點是絕對沒有改變的 那會有很多人 有一個疑問 這個疑問微博在節目今天 跟各位講一下 有很多人會說 是不是我使用了博日指標 那我可以知道明天要漲多少點 要跌多少點 我再重複一次喔 我怕有人聽不懂 是不是我用了博日指標 我可以知道明天要漲多少 要跌多少 各位微博在這邊要做一個澄清喔 無論你是不是用博日指標 你只要是使用指標 或者是市場上的指標 沒有一個指標 可以跟你講明天會漲多少 跌多少 但是 博日指標 它可以跟你講方向 你沒有辦法 事先知道它的一個漲的幅度 比如說明天會漲50點 漲100點 明天會跌50點100點 或者是說它會用急拉的 還是慢慢漲 這個都沒有辦法事先知道 但是絕對可以知道方向 剛才微博給各位看了 比如說就期貨部分來做說明好了 剛才給各位看的 包括日線 包括30分線 以當衝來講的角度 包括15分線 包括5分線 今天全部都向下 那方向呢 我請問各位 今天的方向 難道是可以做多嗎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要有一個明確的依據 我相信如果有一個明確依據 對各位來講 會比較有幫助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微博會從 個股的角度來跟各位講 因為 我同樣在節目裡面 要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我還是發現有很多股票 都來到所謂的高檔區了 不只是大盤喔 有很多股票都來到高檔區了 那買股票的角度 我一直是認為 買要等拉回買 放空要等反彈空 所以空要空紅色的 空漲的 買要買黑的 買跌的 對各位來講會比較安全 只是有很多股票 都是在高檔區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從個股部分 來做一個切入 我們去看一個筆影 不少 wedding 沒有禁止 沒有禁止 不休 不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股传低基金让我们都健康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所有的一个个股以及指数的判断方式 全部可以用微博跟各位交的方式 也就是以日线跟30分线来做一个搭配 日线如果是向上的 它就有趋势上涨的可能性 日线如果是向下 当然它的走势可能就是盘跌下跌 甚至有可能跌停板 那短线的部分它是怎么样去做判断呢 很多人不晓得说 为什么微博的博物指标 要加30分线来做补助 因为有一些股票 它是在涨的过程当中 也有可能会拉回 有一些股票在跌的过程当中 也有可能会反弹 那这个拉回跟反弹 它可能就是受到了30分线的影响 所以由30分线 你可以抓到它短线的一个卖动 我举例好了 各位这辆股票例子非常鲜明 这辆叫做TPK 今天的TPK走高 然后逐渐刹下来对不对 所有的操作都要符合一个逻辑 不论只不要向上或者是向下 来各位 如果有看微博 我昨天的节目 应该就知道微博 我昨天有跟各位提TPK了 TPK在前天的时候 11月4号出现一则新闻 台股史上亏损最大叫做TPK 他们单季美股亏损55.15的一个金额 各位所以刹一袋 结果没想到11月4号 新闻出来之后 昨天的11月5号 TPK攻到涨停板 那为什么TTA攻到涨停板 昨天有跟各位讲过了 这是3673FTPK 这是TPK的博热指标 当昨天的一个TPK 它出现了一个状况 来麻烦一下 动能线68去视线62 原本怅列蛋的TPK 它的博热指标事实上是转为向上的 所以当博热指标再度转为向上的时候 代表什么 代表它有机会往上攻 懂我意思吗 这是日线 日线所代表的意义叫趋势 重点来咯 各位 如果说你是今天去 比如说昨天TPK 涨停买不到 那今天TPK 来到一开盘的时候 往上冲的过程当中去做一个追价动作 你会发现今天追价的时候就套牢了 如果你有30分线观念 你会发现一个状况 来 这是TPK的日线 我们把TPK的30分线叫出来 这是TPK的30分线 TPK30分线到今天为止 我请问各位 从开盘的位置点 请问是高档还是低档 它已经来到高档区了 从高档一旦转为向下 这个叫向下 因为黄色跌破个紫色 你会发现一旦向下之后 它股价就有可能会出现了一个短线的拉回 它是受到了30分线影响 所以一档股票 你要用30分线去抓它短线迈动 也就是说明天的TPK 如果30分线继续向下 明天TPK还会再拉回 那我请问各位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今天要不要去做买进 当然就不要啦 但是放空的人要不要空TPK 当然不要 为什么 因为它日线还是向上 等它30分线拉回 再度向上的时候 它股价又有可能往上发动了 那你可不可以借由30分线 我先把日线当做一个趋势判断 到底它是要走长多还是要走长空 我把它判断出来 它的方向我先把它确定出来 用30分线去抓进它的买卖点 这个就是我要跟各位讲的 所有的操作 不管是大盘 不管是个股 都是用同样的一套逻辑 然后再配合所谓的一个 博日指标向上向下 那这个地方微博要特别提醒各位 因为微博每天少很多股票 就是我们都会去研究很多股票 我发现很多股票都来到所谓 博日指标高档区 什么叫高档区 刚才给各位讲过了嘛 来到高档区代表说 它已经进入了高风险 它股价已经都涨了一段 已经接近了所谓的满足 如果它的博日指标一旦从高档转回向下 它甚至会拉回 这类似股票其实 其实例子很多啦 我举例 比如说这是4162自清 对不对 自行间谍6块半 这不是重点 来各位 自行这一波是这样涨 然后整理再供对不对 好很多人这样整理过后 再供的时候 通常都会买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 你看这个成交量都爆出来了 当这个成交量爆出来的时候 各位1万张的成交量 代表很多人去买进嘛 也有人去卖出嘛 重点来啦 10月23号的位置点 如果你是买在240块左右的 买在230块左右的 各位 来到今天 只剩多少 来到今天只剩下207块 208块 不就套牢了 但是如果你有高低档观念呢 我们刚刚讲的是自行嘛 这是4162自行 这是自行的不二指标 刚才我们讲到爆最大量的是这一天 对不对 这一天是10月23号 最高来到240 收229 好各位 这个位置点 来我们拉近一点看 请问是高档还是低档 没有错吧 如果来到高档区 你去这边买股票 一旦转回向下 各位 他股价就拉回了 所以在操作上 有非常多股票 都是类似像这样子的 这也就是微博在节目里面 要提醒各位 各位可能不晓得 我们最近的 带会员的操作 微博最近带会员操作 我做多 我也有放空 只要我想今天时间不够 微博之后会把例子给各位看 我们所放空的股票 一定符合一个条件 它是博乐指标向下的 我们所做多的股票 一定符合一个条件 它是博乐指标向上的 因为博乐指标 这点要再跟各位讲一下 博乐指标向上的股票 它有波段涨势的可能性 比如说好了 我们举例好了 各位应该很喜欢找标股 对不对 这叫3205的百言 这买不到 而且我也建议不要再去买了 为什么 因为它来到高档区了 它已经来到高档区了 各位一档股票 你看一下 一档股票要有波段走势 要有波段走势 它一定是会有博乐指标向上 好我稍微放大一点这个区间 当博乐指标如果是向下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股价就是在这边盘了 它是属于很强的走势 所以就算是博乐指标向下 它已经算很强 它不会大跌 因为它是多方走势 一旦博乐指标再向上 这个地方再向上 你会发现它又有一波往上走了 所以各位同志朋友 很多股票都是这个例子 你只要买到博乐指标向上的股票 这是6180橘子 这是橘子的博乐指标 你只要买到博乐指标向上的股票 你会发现它走势就是走波段的 但是如果反过来讲呢 比如说你现在去买的股票 是属于博乐指标向下的 好各位 博乐指标向下股票一堆 我想我们的那个时间可能没有办法去 我随便举例几檔 大家比较熟悉 而且是很多投资朋友问的 6271的同心电 同心电今天大跌 对不对 好这不是重点 各位 你有沒有发现 这是6271同心电 这是同心电的博乐指标 当它的博乐指标出现了向下 狀況下股价也会有上涨 因为这个上涨是因为30分线 我要讲的是趋势 因为日线代表趋势 好各位 当日线趋势向下 反弹你买了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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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意思吗 因为它的趋势向下 这类是股票非常多 比如说 我举例涨的 这是2497一利店 一利店今天上涨啊 那难道涨的时候看涨说涨吗 你要看它的趋势 到底是哪一个方向 当它的博乐指标呈现向下 我们稍微缩小一点 当它博乐指标是向上 你看它走势就是 有沒有波段走势 当它博乐指标向下的时候 就算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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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去买了都套牢 为什么 因为它目前是向下 这类是股票很多啦 只是我们的时间有限啊 来比如说 各位这是3511系码 之前微博就跟各位讲过了 你看系码是不是俯为一个状况 我稍微把它缩小 大家都追价追在这个地方 大家都追价追在这个地方 但是它不晓得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开始进入高档区了 来到高档区 你偏偏一直去买股票 一旦当它转为向下 你会发现它股价 向下了之后就一直往下跌 这个时候都还有40几块 来到了今天各位 都跌到了剩下36块了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子啊 我们的时间不够啦 没有办法给各位看 所有的股票都可以用博日指标来看 而且各位它不是很难 它学的会的 因为我们都会很用心的 把各位交道会 不仅交道会 还提供专线让各位做询问 所以如果各位不知道怎么操作 可以利用这礼拜五礼拜六 我想你必须要做好应变了 因为大盘的博日指标 转为向下了 降低门槛双岸 各位可以好好把握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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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快要打赏 Loc sollten人参加 转发 打赏 户藏 极第二 冲数 行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